哈 我覺得我倆最近還挺甜的 還挺什麼 還挺甜的 就讓我有點不太適應 所以我現在打算就是要做自己 剛是不是打痛你了 習慣了 那就好 我還怕我白打了 我剛害怕我們來找了 其實現在已經很熱鬧了對不對 感覺很貴 但是一個地攤光出了買不起的感覺 這個夜市跟傳統的夜市也不一樣 這個比較羊皮一點 特別羊皮特別精緻 而且剛好驚呆了 就是這個夜市的店員見得不說英文 有老外去買東西 店員就說英文 這不是很正常的嗎 也是啦 就是大家都會英文啊誰不會 問你這是什麼口味 你吃順道吃你兩口就好了 那我吃個雞肉吧 好 等你把客去買啊 我在這邊等你 好 這兩乘多少錢啊 55 55啊 下給我 不想吃青椒 你把青椒吃了吧 你一口我一口 感情真好的 這個夜市裡面會有很多就是網紅店 就會來這邊擺這個零食的攀位 就很好 比平時排隊的人少很多 但是又可以 一次性吃到很多網紅店 你就愛網紅店 越賣椰子是不是 有點像椰子也有點像豆乳 吃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嗯 他憑什麼賣38 他憑什麼是網紅 一定有他的道理 有他吃到兩口 這還挺清爽的 不是很甜 因為他這個是燕麥的嘛 就感覺能吃得到 他傳達出來的那種 就能夠健康生活的概念 嗯 而且這個還是這個地球的形狀 有一定的這個環保的意念 我覺得這個 我們說高情商健康 地情商不好吃 比那55兩個的肉串 我覺得好吃多了 啊 那個我也覺得就是很貴 那蠻好吃的 嗯 嗯 啊這個夜市啊 真的是不便宜 在其他夜市一百塊錢 你可以撐死 在這個就一百塊錢 你會餓死 哈嘍哈嘍 我們今天 一 大早 就出門了 最近感受到了 歲月的痕跡 就擺定起來就很累 不像我晚上那麼 生龍活物 你這個設施沒用的嗎 啊 哎呦滾 我真的是佩服這些人 這現在這麼熱 大下午的 他們居然拿了本書 坐在室外 真的挺美的 真的挺美的 我老實說 就坐在那邊 真的挺美的 但是真的好熱 而且蚊蟲又好多 這條路程 真的看一回書 然後腳好癢 好腦癢 我覺得我們剛才那樣挺討人厭的 真的 自己不上鏡 他媽的 太命了 還在這邊 對呀我覺得 像他學習 我也想做一個這樣的人 在什麼樣的環境中 都可以優雅地讀書 分動使自己 加油加油加油 我們現在去吃的也是一家 朋友們的下午茶茶店 然後吃那個鬆餅的 對 而且他也是在淮海路這邊 我發現所有作弊的店 都在開在淮海路的 這家店 不便宜 一個鬆餅 十九塊錢 可以不要三十八 上海的這種 比較有合調的 這種 或者是Bronchi 都不便宜 很多老外都愛 淮海路 我願意稱它為 就是上海的B街 最強B網 所有 所有這種 放羊屁的店 都在淮海裡 這些店都有一些 就是 共同店 有很多外國的 有很多 有很多帶著 那個 蘋果店 來 Walking的 這種人 算是滿多上班族 還要去 蘋果店 和星巴克 我們走 我看到 工作效率比較高 冠海裡 這個 冠海裡 就比較好 冠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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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的 哪個小公主 不想來這家店 吃一個Pancake 你只要一個鏟子給我捅下去 好好吃 這個上面的奶油 是很清爽的 好好甜度也不高 可能心裡太甜了吧 家店時候 願意再來的店對不對 不過有人請客 不願意 不願意 那趕緊珍惜一下 這最後一次吧 我發現我們家旁邊 有一塊地方 有很多的大排档 所以你今天特別貼心的 帶上兩隻小狗狗 讓他們看著你吃 去傳探 是不是 對 這真的是我最後一次帶狗出來的 我們選了一個靠牆的角落做的 就不會影響到別人 但是帶狗出來吃飯真的是 人類狗也很累 狗又吃不到 又餐了 你覺得這個地方怎麼樣 還不錯啦 這是普通的大排档 我被你說的我還以為是怎麼樣 是個什麼超級大夜市之類的 一來就滿臉顯得失望 還好離我們家很近可以來 沒關係 一來就滿臉顯得就這 就是來了也不虧 就是這樣 你們只是你媽媽虛榮的工具 他就想讓別人誇他 啊這個帥哥帶著兩隻好可愛的小狗狗呀 我只是想他們多去能夠運動一下 所以我們最近有點尷尬期了 點了一份炒花甲 看著還不錯 我們點了一份乾鞭的 還有這個這個是啥的 十三蝦 十三蝦 你覺得這邊有同齡的味道是吧 但是它有同齡的感覺 這比同齡的男生還比同齡的好吃 他比同齡好吃 我都說 同齡真的別的不說 這同齡的夜市真的還可以 同齡的小龍蝦燒得特別好吃 吃的嘴都腫了 好吃吧 好吃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基本上都吃完了 其實我們點了很多 今天居然都沒怎麼踩雷 這是對我們來說是夢幻的一天 今天這麼大一桌 200多 好 那還挺貴的 我覺得我們家恩格爾其實太高了 全都吃掉了 在吃層沒花多少錢 好多 你們想起來 我們上一次買鞋是什麼時候 我上一次買鞋是去年國慶節 哦 暗示想要雙鞋了 哦 不是 我的意思是我們很久不夠了 你也不是很久不夠了 上次我不是送了你那個可愛的蠟筆小薰睡衣 跟那個可愛生針嗎 你送我的那個睡衣 質感之差 你收到東西都不錯了 有些人啊 可是啥都沒收到 啊 你再說一遍 那個雅士蘭帶的那個是誰送你的 好好好 他在520的早上 那個臨時報復腳衝去蘇布蘭 給我買了一瓶 哈哈哈哈 小鐘 沒有良心我不是臨時報復腳 是你只有一天 你只跟我說了一句 你說想要這個我就買了 不是嗎 不是臨時報復腳 是你自己 你是不是自己想要 其實我說的時候是開玩笑的 但是你買了我挺開心的 那你還說我臨時報復腳 那麼520早上買的 臨時報復腳 不知道是什麼 那我為什麼早上買 新鮮嗎 怎麼樣520的禮物跟61 那61的禮物呢 你給我個屁子61 那我聽 爸爸還給我61 父親先給你買好不好 好 好 哈哈 你只上別人叫爸爸 610點還有禮物 哈哈 哈哈哈 好不好 ńsk 那我們 感谢观看